我們等個縱陽村 其實等了這麼多年 一直在等候期間捱貴租 這個社會 本來這個資源的問題我們都沒有辦法的 我知道這個公屋是這麼蓋子 但等了七年終於我們有機會上樓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切的準備 換以為如期就可以上樓 但是我們在臨到收鎖匙之前 我們又要做好多功夫 又要買東西 買好家具 什麼時候可以送去 子女的上學又要安排 已經跟他們找了學校 據我們所知 我們有一些街坊仲 小朋友已經在新的環境那裡開始上課 只不過因為現在疫情的問題還沒有人正式上學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他如果現在已經在火炭區附近那裡上學 但是他在原區的地方 不是真的都是在火炭的嘛 分分鐘可能他在廣島區的嘛 他這樣每天來都是送這些小朋友上學 你說真是 真是幾淒涼 那他的工作都不是說只是照顧這個小朋友的嘛 那所以呢 林鄭政府現在這樣突然之間 遭用了我們這個 進陽村做這個隔離營的時候 除了 除了 令到我們日常的生活 很多東西都打到亂了的時候 他如果作為這個檢疫中心的時候 附近這麼多工廠大廈 這麼多工人 和桂季新村又這麼接近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這個檢疫問題 他那個細菌的散播會不會真的 因為正在維繫外裡面呢 我們已經收集了在附近一帶 一萬多個人的簽名都表示是同意的 是知道這個計劃是對我們深受影響的 所以我們就要出來作為這個請願 我們就希望林鄭政府是能夠撤回這個安排 多謝各位 請快點 請馬上 請公開 請公開 請退 請不要 請 他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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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